今天來跟大家分享 怎麼使用OneNote的投票和問答的教材 讓它能夠突破原本我們歐哈雲端教室快恩快答裡面的 題目只能用文字或者是圖片的方式呈現 如果我們透過OneNote的這個題目編輯器 您可以直接加入影片語音甚至是Google地圖或者是簡報這類的內容 都可以讓老師的題目有更豐富的呈現方式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在歐哈雲端教室裡面 它內建就是選擇題跟問答題 但是它輸入題目的方式比較可惜一點 就是只能用文字或者是選擇一張圖片上傳 那這個對老師來說用上就會有一些限制 那麼如果我們可以透過OneNote裡面 這個題目的線上編輯器 你就有更多的選擇 在OneNote的課程這邊 您可以直接從新增單元 選擇 投票或是問答 這個是在歐哈雲端教室有資源的類型 那我這邊呢以問答來說 我們進入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它在這裡的一個編輯器可以使用 那我們先來看第一個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老師呢您只要透過螢幕截取的工具 把畫面截取下來 就可以 把這個內容 直接貼到編輯器裡面 例如像這樣子我把它複製起來 那進到這邊 Ctrl加V 就可以把它貼上了 那如果您覺得這個圖太大 或太小 您可以點到它之後像這樣 簡單的做調整 當然您也可以在下方在針對這張圖片做一個說明 這樣子呢 在使用上就相對比較方便 接著我們來看其實您也可以直接在Word 或是Rite這類的文書軟體裡面 把題目的大小 粗體 這些樣式設好 甚至是表格 我們設定完成之後 就可以直接把它貼到我們的 玩弄這裡面來 例如說您看我這邊有一個這樣簡單的內容 我把它設定好了 就把它全選之後 就可以把它貼到我們這個裡面來 但是您要留意一下 貼進來之後啊你會發現原本的顏色不見了 但是呢你的 這個樣式包括 字的大小 粗體都還會在 表格也會跟著進來 那有一個 還是要注意一下是如果你裡面有一種圖片 那還是要維持用我們剛剛第一個方法 直接用螢幕擷取的方式 才可以把 這個內容放進來 如果你想要砍入一段YouTube影片 你只要把YouTube網址 開始複製了 貼到OneNote裡面 它就會自動 把這個影片 先入到我們的 題目裡面 如果你想要指定 影片的播放開始時 您可以先把時間軸 移到你要開始播放的位置 按下分享 砍入 再把開始數勾起來 那我們取得這個語法之後 我們就可以回到 OneNote裡面 來這邊 按下這個砍入影片的語法 貼到這邊來 這樣的播放的時候就會從 您指定的時間 在OneNote裡面 它可以跟我們的 雲端硬碟做結合 所以如果老師 你有教材 比如說微軟的Word PowerPoint Office 甚至是MP3、MP4、PDF 圖片檔案這些內容 您都可以上傳到雲端硬碟上 那我們再透過 OneNote來做一個儲取 那您可以從 OneNote的右上角 管理雲端服務 綁定您的雲端硬碟 完成了之後您可以看到我們編輯器後方就有一個 雲端硬碟的圖示 從這個地方按一下就可以直接把您上面的 這些影片 簡報 PDF、MP3 把它加入到我們的 題目裡面來 它預設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用的是 問答跟投票 所以呢它預設會使用 超連結的方式連結進來 那當同學去點按的時候 它就會另開一個視窗 另外如果您 懂得 HTML語法的話 您也可以善用 HTML的iPhone語法 把 Google簡報、Google文件、Google地圖 還有很多雲端服務 他們都有提供 這樣的 坎入語法 例如像我們剛剛的影片 它就有提供這樣的一個 服務 所以您可以直接 看您的這個服務有沒有提供 如果有 直接複製貼上就可以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下面這裡 有一個比較簡易的 iPhone語法 供您做參考 您只要裡面的這個網址 換成您所要放入 OneNote裡面 所呈現出來的 檔案的網址 就可以了 例如說我們先從 這個Google地圖來講 您看在這裡有一個分享 反路地圖 上面這邊就有它的語法 您直接複製起來 不用 去知道語法是什麼內容 那您就按這個地方 把它貼上 這樣我們的地圖 就可以抓進來了 您在OneNote裡面 所增加的 或未來有盡情修改刪除的 這些不管是教材 或是題目 做好之後 你一定要記得按一下 右上角的發佈 這樣才會正式生效 那在發佈的過程 你可以選擇 是否公開的課程 或者是非公開的 完成之後呢 我們 在歐華雲端教室 只要你使用 相同的帳號 做登錄 按下這個數位教材的地方 他就會自動幫您做 兩個平台的切切 以我這邊來講 我是放在0808這個 課程裡面 點進來之後 您就可以看到我剛剛所增加的 這些題目內容 因為呢 歐華雲端教室 他支援 OneNote裡面 兩種類型 一個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投票 但是您的投票必須是單選題 還有一個就是問答 因此呢 您如果說 想要 直接使用它的話 按下中間這個地方 他就會用 原本 歐華雲端教室 快問快答的方線 來呈現 所以 這樣子呢 老師您把 OneNote的教材 準備好 就可以很輕鬆的 在這平台上面 在平台上面去使用它